记者吴婉婷综合报道,中国女星范冰冰日前被中国主播崔永元爆料签阴阳合同,按指她签了两份合约,台面上是拿一千万人民币,约台币四千四百八十九万,片酬,私底下却实拿六千万人民币,约台币二点六九亿,天价,陷入逃水丑闻。 范冰冰方面虽发声明称早诽谤,事件仍持续延烧,日前传她与弟弟范诚诚因调查而被限制出境,昨再传出范冰冰跟经纪人穆小光已被捕,事件掀开中国影视洗钱逃睡黑幕。 据中国媒体报道,江苏警方几天前对范冰冰及其工作人员采取居家监视管控,昨事件发展成被捕入狱,沐小光还因涉嫌隐匿,故意销会计凭证,多了一条灭证据罪。 但至结稿前,范冰冰子弟对都未有回应,公安单位也尚未出面说明,但消息已在中国演艺圈内广为流传,人人自危。 范冰冰逃睡风波接中国影视洗钱逃睡前规则,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两周前印发通知,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加强影视行业税收征管理, 严格要求演员、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%,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70%,让中国影视剧股票整体暴跌,和范冰冰有关的华丽兄弟和唐德影视股票更跌到低谷,公司股票市值蒸发近77亿元台币。 在放冰冰此之前,中国演艺圈也曾有潜力,资深女星刘晓庆2002年当红之际,被查出在1996年以少列收入,多列支出作虚假申报,逃税1400万元,约台币6284万元,因此被判刑入语服役422天。 据传阴阳合约在中国业界已是公开的秘密,这回中国当局对范冰冰如此大动作,应是杀鸡警后,目前官方已掌握一份涉及100位A咖明星的税务资料,似乎有一次争足不合理的高价片酬现象。 范冰冰 资料照,记者陈一宽社 范冰